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同心我們現在開始上課了 大家請坐 各位同心我們現在開始上課 請大家就坐謝謝 各位同心我們現在繼續 我們來看行政之意義 有分消極的定義 阿哥來範圍的定義 阿哥來實質的意義 一般消極的定義等於說 只要立法機關所通過的法案 行政部門就依照依法行政 就依你國會通過所授權的法律範圍來行政 範圍的定義就看各相關委員會 不是相關委員會 他的範圍他關的定義就都要關 實質意義 以實際過去 流傳下來 本來對一個部門什麼人在管 都由這個部門在管 我們來看行政權和行政國家 以前都說立法人民有權授權立法部門國會來立法 這時候是好像都說立法權優於行政權 在美國就是這樣 美國都說立法行政比較司法 先要有立法國會立法 所立的法才讓行政部門總統依法行政 總統如果沒有依法行政 比較後面這個司法單位 來給他看起訴訟 來給他起訴 那麼現在會併著行政國家 就現在行政 行政部門的行政權算 好像臨駕於立法權 我們來看 行政相關職權的擴典 我們來檢討 第一就是說 現在大家很注重社會福利政策 譬如說 1929年 美國發生經濟大蕭條 很多人沒頭路 很多人沒飯吃 所以會造成社會治安的問題 所以那時候 老樓師傅總統 他們更 趕緊去設定一個 做新政 就是 由政府部門 行政部門 大力介入 來創一些福利政策 但是 你要去看 這個人 是有什麼主機 才可以補助 所以我 在35年前 我第一次去美國 發言說 小孩外面大牌長農 我問人說 那是在做什麼 對美國更了解的人 跟我解釋說 這些人 就是在領救濟金 你看35年前 他們就對這些 低收入的這些弱勢族群 政府 就在領救濟金 起碼他們的 這錢沒問題 那麼你想 那麼政府 怎麼要去了解 這些人 有資格來領救助金 那麼是不是要再解釋行政人員 要去追查 看這些弱勢族群 跟審核說 你真的低收入負 你需要國家來給你發救助金 好 所以他們就要去調查 造冊 還要審核 審核通過 還要叫統治庭 讓這個弱勢的人 他領這張招 起勤人 可以領救助金 這都是人 所以行政部門一直擴編 這是做成行政的職權一直擴大 再來規制行政 我們剛才在說的 國會參眾議員他們的立法 他們所立的法 都是比較 正大範圍比較籠統 大方向的 他沒有跟你說 施行細則 所以他的施行細則 這個規定 和制度的施行細則 是行政部門 還要定施行細則 這個法規 他們還要說比較有的 這都要有人去做 再來公共建設行政 現在很多交通建設還好 還是水利 這個建設要蓋 不用蓋機場 蓋機場 蓋機場 這為了國家的競爭力 你要做國所公路 運輸暢通 現在大家都在關時間 現在在拚速度 不然你手機要出 現在手機要出 如果要出賣多少全世界 不像以前電腦都用訊欄 現在手機都抽時間 因為三個月就出一個新機 甚至全世界差不多十個月都出新機 都在拚速度 像現在蓬哥iPhone6在出 你看他們的庫克 他就把 這 一星期裡面 所有全世界的這個 運輸機 貨機都點過來 他的iPhone6是用火燃機在送 不是用火車在送 不是用鑽子在送 所以交通建設 你如果要蓋人的建設 你要有好的基點 好的工庫 都要建設有夠大 不要說 鑽子來到我們的工庫 我裡面十月不夠 都在外面拋錨在那裡等 要影響到我們的行政的效率 所以這個公共建設 也要蓋一個人 政府也要有一個審查單位 一個招標單位 還有一個監督單位 驗收單位 這些都要人 都要一直增加 再來 國際交流行政 以前 沒有火燃機的時候 沒有什麼貼外國來用 那麼現在有火燃機 甚至外國部門 就要派一個代表 去住在外國領事館 當然我們現在不是國家 但是我們要先了解 有這個狀況 這也是人員一直來 所以在這樣前 行政部門的職權一直擴大了 這個權力制衡功能失調 本來立法 本來立法 在立法 但是你太想 剛才說的 百分之八十六 都是行政部門所送出來的法案 現在說 變成說 立法部門 國會所改成是行政部門的橡皮圖章 因為你送來 百分之八十六送來的法案 在國會 現在來說 以英國的國會 百分之九十七 這個法案都會通過 行政部門送來的法案 百分之一百公司 九十七公司 在國會都通過 電腦 議員自己送的法案 只有三十八%通過而已 這就是因為說 行政部門 他是站在第一線 他們最知道說 國家的需要 人民的需要 所以他們所訂出來的法律草案 上來到行政部門 尤其他都是港黨的 所以百分之九十七會通過 好 剛才你說這個就是這個司法部門 你現在看 剛才說的 施行細則法律的規章制度 比較有的 都是行政部門在頂 像我們的交通法規 你違反交通 有交通法法 你怎麼自己發 我出行政部門在發 沒有想起司法部門 沒有想起這個 法務部 沒有了 都行政的處罰 所以說行政部門 把司法部門的 這個全力拿去 剛才說的立法部門 結果剛才立法 是行政部門 上的法案到十七%都通過 電動他們自己國會 自己議員所上的法案 只有三十八%會通過 議員他的格局都比較少 台部門都會看他 地區的需要而已 我就說 譬如你是東京區 選出來 還是台北這區選出來 你只顧你那個 比較不像行政部門 你 再來 行政作用機動反應的功能 行政在全力分裂體上 突出壯大 使立法優位相形失色 我剛才說的 立法部門就像 行政部門的橡皮圖章 因為 這個行政體系 他突出壯大 我就說 我們比一個雷 譬如說今天 有一個人贏到 中柴桃 剛才那個主人回到去 封到 本來小偷 要算小偷 但是這個小偷 你要把他抵抗 用刀子給你封 這封 小偷跑去 那 像這個家的人 要在 報警 說發生命案 第二 要 靠119 比我們說中華民國體制 靠119 救救車 要跟這個人送便宜對不對 這都行政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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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行政部門 突出壯大 而且 這個行政部門 還可以說是 現在 檢察局好 消防局好 消防隊 允許 24小時 營業 不是營業 正在職勤 但是立法院 好像開花時 比較有人 所以你不可能 腳踏地找 離開 離開的人來處理 所以一定是行政部門 所以立法權 還是司法權 都相形施設 再來 民主政治 重要的基礎 將由專業的技術文官體系 或者行政所長精英 來取代 行政權算大於立法司法 好像什麼都行政部門 在處理 這就是 可以說不到 現在社會進步 一直在整個部門 譬如像美國 你看到美國 有那個 美國 本來沒有這個國土安全部 是2001年911事件 發生之後 美國 比較新創設的一個行政部門 叫做國土安全部 就是 召集各部門 的精英 來召集 那麼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這個部門先換 先說到這裡 我們來看 我等一下 我剛才說的 大家要注意聽 這 應該這樣說 我剛才說的 不一定會扣 我下面要說的 會怎樣 一定會扣 對 所以你們要注意聽 好 來 我用北京話 議案的提出 必須 必須 具有附帶理由的議案 與贊成者連署 向議長提出 附帶的 這個 預算的 法律案 必須附上 產民實施 該款法律案 時所需的 經費文書 再來 委員會 設理事 議名 或庶民 如果委員長 有事 的時候 由理事 來行使職權 議長宣布開會之前 即宣布散會 延期開會 或者休息後 任何人 就不得 就議事的問題 來發言 好 表決的時候 不得附帶任何條件 還有表決時 不在會場的議員 就視同氣權 再來 議員 對其他議員的資格 提起訴訟時 必須製作 具有訴訟要點理由 和證據的訴狀 委員的選任 議員均由議長提名 委員的辭職由議長許可 有關眾議院 進行法官彈劾 法院的審判員 及預備審判員的選舉 以單記 無記名投票的方式進行 執行的時候 包括書面執行 與口頭執行 聽證會之公訴人 只聽取厲害關係者 和學識經驗者 OK 再來 選舉 參眾議員議長 在召集當日 集會的議員 要達到總議員的三分之一 以後 議員才可以舉行議長的選舉 是三分之一 眾議院重要職員的選舉 以獲得過半數選票 為當選 是過半數 就是二分之一 議員修會期間 如果議長認為緊急必要時 或總議員四分之一以上議員要求時 議員可以召開會議 是四分之一的議員 議員若要撤回所提出的議案 必須由全體提議者的全部人數請求 才可以撤案 是全部 有關議員在會議期間發言 要準備發言 無需事件通知三次 這個是錯的 有關議員在會議期間發言 所有的發言都不得涉及議題外的問題 或者超出其範圍 所有的發言都不得涉及議題外的問題 或者超出其範圍 如果出席議員 達五分之一以上提出要求 就必須進行記名投票表決 要五分之一以上 對於要求罷免法官的請願 議長應轉送法官追訴委員會 罷免法官議長應轉送法官追訴委員會 有關議員的請假 必須附上旅遊並確定日數 事件向議長提出請假書 而且經請假許可旅行的議員 他出發還有回來的時候 必須向議長報告 而且如果獲得請假許可的議員 如果在請假期間又出席議員 則請假許可自動失去效率 再來 當選議員第一次出席的議員 必須向事務局出示當選證書 是出示當選證書 不是身份證書 參議院調查委員會 在參議院議員定期選舉之後 第一次召開就要設立 參議院議事規則裡面設有17個常設委員會 但是眾議院在議事規則裡面設有20個常設委員會 因為眾議院你聽到這個眾就是比較多 所以它是20個 那參議院是17個 有關會議的紀錄的敘述 意思要依照數據法來數據 會議紀錄要由議員保管 會議紀錄要刊載在公報上 依據審查結果 委員會對請願 要提交議員轉送內閣 要提交議員會議 不必轉送內閣 或者不必提交議員會議 其實這個都是 同一個議員就同一議題的質疑 不得超過三次 你不可以一而再再而三 不得超過三次 若第一次無法決定當選人時 就得票最多的兩人再舉行決選投票 得多數票者當選 但得票數相同時 就抽籤決定 最後得票如果又相同 那就抽籤決定 好 特別委員會 因為委員人數是由議院來決定 是整個議院大家共同決定 不是議長決定 好 這個部分我就先講到這裡 那我們就繼續來上課 OK 剛剛講到行政部門的權力越來越大 行政部門的組織越來越多 就是依照社會的進步的進程 來創新設立新的部門 就像我剛剛講的 美國2001年911事件後 美國新創設一個部門叫做國土安全部 就是有關一些CIA的情報人員 FBI或者是海關及時人員 這些通通來組成一個新的部門 叫做國土安全部 那麼再來 所有政治制的主導權 將由國會移轉到行政機關 大部分行政權 越來越大的時候 到後來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好 那麼 國會首例的法律 將由行政計畫 或者規制 剛剛講的一些法規 施行細則 還有一些法則 都是由行政部門來 來處理 來設計 那麼人權與自由在行政法規 的規制限制之下 的秩序要求下受到危害 比如行政權獨大的情況下 就會有違反人權這種事情會發生 就好像現在的中華民國體制下 現在的行政權就臨駕於立法權 像為什麼警察在執行侵入的時候 像這些遊行抗議的人 這樣大的公小的公 沒有依照 馬英九不是有簽人權兩公約 可是馬英九下面的行政人員 尤其像在示威的群眾 他那個在講 開始在講外國人 開始在修正 不把台灣人民 動作人民 講到老衛老衛 為什麼他們建設加講 因為他們經過過期的經驗 講越大的 講越嚴重 這個治癒官 這個建設也升官 所以他們找到機會就要講 他沒有在想說他是來維護秩序而已 一般在美國 他們正反兩反 站在這邊跟反對的 他們是建設有隔離線 站在這邊 反對的市委在這邊 中央建設在鼓 在順路 你如果越線 建設就真的要講 他已經有在規範 怎麼現在不是 建設好像都找機會在講 所以人民的人權和自由 會受到破壞 破壞 要怎麼有效來制衡行政權的對策 第一就是當然要落實依法行政 現在這個政府根本沒有依法行政 說都依法行政 都要做到外國去出 那麼財政國會中心主義 就是說你政府的行政部門 你的預算是由國會來給你審議 國會是依照行政部門的需要 可以來給你 你如果擴片預算 他可以給你刪減預算 你這個部門 你都沒有在依法 譬如說 譬如說 你如果沒有要 依法是保護人民 結果你都在供人民 這樣國會部門 可以把你的預算算比較多 讓你檢察 加班會也沒有 什麼也沒有 很多 可以用國會的這個 立法的審查預算的事 來刪減預算 讓你刪上當 再來 對行政材料權的監督 很多 現在好像 在中央民國體制 立法委員 立法院 我好像 像我剛才說的 橡皮獨張 這就是 這個國會議長 是不是 有膽識 可以抵擋行政權獨大的壓力 好 這個 你在想 這個王金兵 他過去 我沒有看他 一次過 所以他就軟了 所以行政部門 就給你軟頭沾骨 你立法 我 在我院長 沒有那個價值的 當然 人家就看你 給你吃夠夠 再來 對行政組織的制服 本來 本來 你這個行政組織 你要造成 如果在美國 美國的國會 他可以創新一個部門 也會幫你 合併部門 也會幫你取消一個部門 所以美國的國會 很有錢 不像在台灣 總統到行政 現在我們 現在幕前 中華民國的體制 到底是總統席還是來個席 看都沒有 以前 中央就在做總統的時 總統席 什麼都他 solo算 結果一試 那時候 那個演者幹起來 結果是 那時候是蔣經國在做行政院長 那時候開始換聽行政部門 變成內閣制 創到現在 雙手掌制 總統有權無責任 行政議長 無權無責任 因為那些閣員 都是蔣英雄人民的 不是他自己將以法有那個領執 所以這根本有做 歐羅勃 新疆有一個烏魯木齊 叫做烏魯木齊制 好 再來應該會對所有的 行政部門的資訊要公開 讓人民知道你是在做什麼 那麼我想剛才我 撞起來這樣大家聽好嗎 但是我想為了公平起見 因為我過去我都打兩次 所以我像我應該要打兩次 讓大家更熟悉 這我打過了 你們有一個印象 所以就對國會 運作的情況 你們多少不了解 我現在再打一遍好了 你們這集好像最初比較高 我那時候打第一次之後 會比較好 要求說 再打一遍了 聽到沒什麼清澈 大聲一點 你聽不到 好 我大聲一點 好 議案的提出 必須具有附帶理由的議案 與贊成者連署 向議長提出 附帶預算的法案法律案 必須附上產民實施該法律案時 所需經費的文書 委員會設理事議名或庶民 如果委員長有事的時候 由理事來帶行使職務 議長宣布開會之前 即宣布散會 延期開會或者休息後 任何人不得就 有意識問題發言 表決時不得附帶任何條件 表決時不在會場的議員 視同氣前 議員對其他議員的資格 提起訴訟時 必須製作具有訴訟要點理由 和證據的訴狀 委員的選任 均由議長提名 委員的辭職由議長許可 有關眾議員進行法官彈劾 法案的審判的審判員 及預備審判員的選舉 以單記 無記名投票方式 進行 諮詢詞 包括書面 諮詢 諮詢 联詢詢 諮詢的 ключ 只听取利害关系者和学识经验者等 选举参众议员议长 选举参众议员议长 在召集当日 集会的议员要达总议员三分之一以上 才可以举行议长的选举 参众议员重要职员的选举 以获得过半数选票为当选 过半数二分之一 议员修会期间 如果议长认为紧急必要时 或总议员四分之一以上议员要求时 议员就可以召开会议 四分之一 议员若要撤回所提出的议案 必须由前提提议者来请求 才可以撤案 要全部的人 众议员议员提出对内阁的信任或不信任案的动议 或决议案时 必须附上旅游 由议员出席人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赞同者联名来向议长提出 是二分之一 议事日程中要记载的四项有 要有开会日期 开会的时间 还要提交会议的案件及其程序 有关议员在会议期间的发言 所有的发言都不得涉及议题外的问题 或者超出其范围 如果出席的议员达五分之一以上提出要求 就必须进行居民投票表决 对于要求罢免法官的请愿 议长应转送法官追诉委员会 当选后 第一次出席的议员 必须向事务局提出当选证书 参议院调查委员会 在参议院议员定期选举之后 第一次召集的时候就要设立 参议院的议事规则 设有17个常设委员会 是17个常设委员会 众议院议事规则 就设有20个常设委员会 众议院你听到这个众就比较多 就是20个 依据审查结果 委员会对请愿需要提交意愿会议转送内阁 需要提交意愿会议 但不必转送内阁 还有第三不必提交意愿会议 其实这个以上皆是 同一个议员就同意议题 质疑不得超过三次 所以不得超过三次 不可以一而再而三 若第一次无法决定当选人时 就得票最多的两人 再举行决选投票 得多数票者当选 但得票数又相同时 就抽圈决定 抽圈决定 特别委员会委员人数 是由议院来决定 是议院决定 不是议长 以上 台生 我的时间是到10分钟还是20 到20 好 那我们顺便翻开 我们这一本 从后面翻过来 有一个68页 第五节常设委员会 从后面翻 有一个68页 有一个第五节常设委员会 那么因为将来各位 有可能是在国会当议员 在各地方当参众议员 那么你要了解这几个常设委员会 是跟你们相关的州的厅长 这些委员会 我们跟行政部门是相对应的 如果说你是在对交通 有专业 或者对环保有专业 或者建设部门有专业 你可以找一个委员会来参与 那我们来了解 它里面所讲的 他们的职权范围有哪一些 主要他们在处理什么事情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好 第一个有内阁委员会 那么它是管什么呢 一 内阁管辖的事项 不包括安全保障会 二 总务省管辖的事项 我们现在目前讲的 这些常设委员会是中央级的 第三 离岛开发管辖的事项 第四 不属于其他委员会管辖 而由总理府管辖的事项 第二个地方行政委员会 管辖的地方公共团体 知识省管辖的事项 公安委员会管辖的事项 好 第三 法务委员会 法务省管辖的事项 第二 法院的司法行政的事项 第四 外务委员会 外务省管辖的事项 第四 大障财政委员会 管大障省管辖的事项 但不包括预算委员会 及决算委员会所管辖的 好 第六 文教委员会 第一 管文部省管辖的事项 教育委员会管辖的事项 台湾学术会议管辖的事项 第七 厚生卫生医疗委员会 管厚生省管辖的事项 第八 隆林水产委员会 管隆林水产省管辖的事项 商工委员会 第一 通商产业省管辖的事项 第二 经济企划厅管辖的事项 公正交易委员会管辖的事项 公害等调整委员会管辖的事项 但限于矿业等土地的利用 好 运输委员会 运输省管辖的事项 第十一 通信委员会 邮政省管辖的事项 第十二 劳动委员会 管劳动省管辖的事项 建设委员会 管建设省管辖的事项 还有国土厅管辖的事项 第十四 安全保障委员会 管防卫厅管辖的事项 第十五 科学技术委员会 管科学技术厅管辖的事项 环境委员会 环境厅管辖的事项 你看这些厅 就是好比我们各州 有各州的这些厅 环境厅还有教育厅这些厅 所以我们是相对应的 公害等调整委员会管辖的事项 但不包括商工委员会管辖的 预算委员会管预算 决算委员会管决算 还有同意一倍费的支出的事项 同意从决算调整资金 编入税入的事项 第十五 国库债务负担行为总报告书 还有国有财产增减和现存额计算书 及无偿贷款计划总报告书 还有其他会计审计院管辖的事项 第十九 医院营运委员会 管医院的营运 医院的过程 议长的达行法院法官谈论和法官罪诉委员会 还有管国会图书馆 还有其他议院的法规的制定 惩罚委员会就是惩罚议员或者议员资格的诉讼 这些很多行政部门跟立法部门有一些相对应的单位 好比你行政部门所送出来的议案的草案 就会送到这些常设委员会来经过审议 一般在这边就在这就割生死了 反而如果在这就没通过 就草案就在这就结束了 那么刚刚我在讲有关助理 国会的助理 你不要看清这个助理 这些助理在我们台湾之前就发生一个超级助理员 陈水扁因为有一个叫做冯来岛事件 就是冯富翔 那陈水扁当冯来岛杂志社社长 他有一篇文章就讽刺 就是冯富翔他把国外的助作 把它翻译变成他的助作 那么被冯富翔告 结果你知道冯富翔他是国民党的 法院是国民党开的 所以很快的 陈水扁就被判刑所以被关 然后你看他被关的时候 那时候正好在立法委员选举 吴淑珍就代夫出征 结果高票当选 然后陈水扁被关出来以后 就当吴淑珍国会的助理 所以那时候 吴淑珍在立法院执询 非常轰动 因为言之有误 因为都是陈水扁提供资料 所以这个国会助理陈水扁 后来做到中华民国的流氓总统 同样的 谢唐廷有一个助理叫做卓隆泰 他也表现非常优异 所以他也自在跳出来当立法委员选举 结果他也是高票当选 OK 那么时间的关系 我今天就讲到这里 以后有机会再向各位报告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 好